大家知道这个是什么吗 这个呢是我们国产的一款隧道帐 它不仅设计非常的优秀 而且空间巨大 上个月在韩国刚一上市 没有想到瞬间被抢完 连地垫都没有放过 它就是时空隧道帐 来自一直在坚持原创设计的 国货露营厂牌 黑鹿 那么接下来我就把它搭建起来 给大家看一下 这款国产帐篷究竟有哪些迷人的点 首先它的搭建方法非常的简单 这么大的一个帐篷 你只需要穿四根杆子 一头打上地钉 另一头往外这么一拉 它就支愣起来了 很多小伙伴会觉得隧道帐非常的难搭 因为隧道帐的每一根杖杆 都要弯得非常的厉害 非常的吃力 但是像黑鹿的这款隧道帐 它每一个底部都会有一个这种调节扣 你先把它调到最松再卡上去 最后再把它拉紧 就会非常的好搭建 第二它的空间真的非常的大 长6.8米 宽3米 高1.9米 足足有20多个平方 你可以把它全部打开作为一个大客厅 够十几个人在里面玩耍 把内帐挂起来可以形成一室一厅 前面是客厅 后面是卧室 如果人比较多的话 可以再选配一个内帐 就可以睡8个人 变成两室一厅 这个空间是不是非常的爽 第三 这款帐篷的防雨性 我没有见过比它更厉害的了 它的外帐可以抵御4000毫米的水压 但是大家知道吗 雪峰2万块钱的那一款象牙白 才2000毫米不到 所以这个数值非常的高 而且它还有一个20厘米高的棗盆 抵御积水 所以下雨天的话 几乎是完全不用担心的 第四 这款帐篷是可以4G使用的 夏天的话 它有360度四面的通风 有六扇门 每一面都是有沙网 可以防虫 所以风是嗖嗖的 非常的凉快 冬天把所有的门都关起来 就会非常的封闭防风 而且它还有一个雪群 TPU的塑料窗 非常适合冬天使用的 那它有没有缺点呢 当然也是有的 这种隧道帐 防晒一般都不是很好 所以它有一个选配的外批 解决这个问题 加上外批之后 帐篷下面就会非常的阴凉 还提供一个测开的天幕 还有一个缺点就是 风大的时候 你需要打很多的地钉 去保证它的防风性 但是呢 所有的隧道帐 基本上都是这样的 所以总体上来说 我已经对这款帐篷 非常的满意了 不仅空间大 好搭建 可以全部打开开party 也可以全部封闭起来 保证大家的私密性 正是因为有这么多的优点 我认为今年的冬天 隧道帐一定会大火的 像黑鹿的这一款 有格调有设计的好帐篷 大家如果觉得 外形和功能都不错的话呢 我是非常推荐给大家的 是一步到位的 国产好帐篷